每到中秋佳节啊 长辈都会给孩子们 讲许多浪漫的传说 比如说嫦娥奔月 玉兔导药等等 今天在我们的中秋大会上呢 我们请来了魔术师邓男子 他说会把嫦娥和玉兔 给我们请到现场 来 欢迎邓男子 来 我们是邓男子 来 赵乐 我想问问你 男子说能把嫦娥和玉兔 请到现场 请问您信不信 给他两个字 没门 试试看吧 不是我们 这真的要 对 我尝试一下 那我就开始了 确定 不要丢脸哦 我争取啊 争取 其实呢 中秋节最少不了的 应该是月饼 对吧 对 赵伦哥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莲蓉吧 莲蓉 对 你们呢 我要豆沙 豆沙 我钟情五人 五人 我来一个云腿 你看 每个人的品味都不一样 好 那今天呢 我想问你们有没有吃过魔术师做的月饼 没有 是哪里 本来就没有 没有说这里有 我以为博术师的月饼与众不同 对 然后不知道聪明人才看得到是吗 慢慢的你会发现里面 这是出了新鲜出的月饼 莲蓉 莲蓉 对 自己拿去 真的可以吃吗 真的可以吃吗 不是道具吧 不是 这个口感应该是造商 来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也尝尝好不好 哇 其实今天除了请大家吃月饼以外 我还有一件宝贝要跟你分享 真的假的 各位 请看 是一幅图画 玉兔图 玉兔 对 上面有一只肥瘦的兔子 桂花还有一轮明月 各位 在魔术师的世界里面呢 兔子向来都是非常有灵性的 对 而今天我来证明给大家看 怎么有灵性 等一下 等一下 先别着急 轻轻地摸摸看 摸摸看 有没有什么感觉 它会咬我吗 还没有开始了 那首话 其实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是一张画 就是一张画而已 来 仔细看 玉兔 真的假的 像玉兔 这怎么回事 一切都像玉兔一样 没有 它是平的 但是刚才有东西 刚才有东西在动 来 再仔细看 我看能不能再把它召唤出来 玉兔 还真的有东西在动 但是它动得没有 刚才那么厉害了 发现没有 我觉得它应该是饿了 你们有谁 月饼 您月饼 你们要吃了 掰一点 掰一点 全给它 来 给你 是真的吗 你看 月饼到画上去了 它真的在吃 这是我刚才咬的那一口 刚刚没有这个月饼 对不对 现在才是月饼 它真的进去了 怎么回事 这个真的是我刚才 我咬的这个嘴型就是这样的 你看 这么有月饼 它这么 它这么可爱 今天 不如我们就把它召唤出来好不好 来 玉兔 你吃饱了 出来 真的假的了 是一个活的兔子 你看这里没有了 这里没有了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看